有一只老猎狗,他年轻力壮的时候 从来没有向任何的野兽屈服过 在年老的时候,有一次的狩猎之中 他遇到一头野猪 他勇敢地扑上去咬着野猪的耳朵 但是由于他的牙齿老化无力 不能够紧紧地咬着 最后一只野猪逃跑了 主人跑到过来,大失所望 于是乎就狠狠地骂了他一餐 年老的猎犬抬起头来就对主人说 喂,这样不怪我的 我的英勇和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能够抗拒自然的规律 从前我的行为受到你的赞赏 现在都不应该受到你的责难啊 这个故事是说 新老病死是不可以抗拒的自然规律 还有你这样拨主人嘴 通常都没什么好结果的 最后这猎犬没得去打猎 变成了一只康门狗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